冰棒球是一个很讲策略的运动 所以我会用脑子来观察 这个人强在什么地方 跟落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一般打冰棒球 打的中段会比较好 我在企业里面的竞争 我觉得首正出奇的这条线 所以对我来说 我一直认为创业企业 长远来看一定是靠品质 走得远 研发 技术 创新 这个才能俊业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不成功的概率 我肯定也超过五成 我觉得做车企真的是一个蛮难的事情 我应该叫做悲观的乐观主义 就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 我考虑一个事情 首先考虑是 这个事情可能会出现问题 会有风险的 所以先往坏的预案以后去做 然后为了此 我会做很多多的部署 想宏观的时候 我会很多悲观 或者想规划的时候 但是我到具体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些其他事情都忘掉 你就把它分解成 过个点点滴滴的事情 把它分布实施好 组织好 控制好 这个是最开心的 美好小P 我在那 我要停车 我觉得从目前阶段我肯定是满意的 但是我会担心的就是说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订单 那么今年我还有哪些问题 以及我按照正常 今年把今年KPI做到 我是不是明年还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一切的都会来考虑 今年哪些地方要变局 要变得不同一点 我觉得市场在中国还是用户上需求 还是蛮丰富多样的 这点我们还把握住 好球